转眼间就来到了年末 从月初开始 节日的气氛就随处可见了 而在这个月末 也将迎来美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感恩节 相信大多数朋友对于感恩节的故事已经很熟悉了 1620年 一艘从普利茅斯开往马萨诸塞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客船五月花号 满载着清教徒到达 当年冬天不少人饥寒交迫染病身亡 在当地原住民的帮助下 新移民学会了狩猎种植玉米南瓜 并在来年迎来了丰收 在欢庆丰收的日子 那些来自欧陆的新移民 借鉴了英国宗教改革中的传统感恩节形式 邀请原住民一同来感谢神的赐予 这也成为了美国感恩节的由来 1941年起 美国把感恩节定于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并且会休假一周 这一天通常也被认为是标志着圣诞采购季节的正式开始 其实在最初 美国的感恩节并没有固定日期 是由各州临时决定的 一直到美国独立后感恩节才成为全国线的节日 从开国元勋一直到林肯时代 每个州的感恩节日期都是不同的 而说到感恩节的庆祝方式呀 是非常类似于我们的传统春节 亲友们呢通常会聚在一起共进晚餐 而说到感恩节的主要食物呀 非火鸡莫属了 通常呢会把火鸡肚子里塞上各种的调料和办好的食品 然后呢再整支烤出 一般来说呢配菜会有肉芝麻铃薯呀 番薯呀 麦芸莓果酱等等 还有呢甜玉米以及各种蔬菜 此外呀南瓜馅饼呢也是作为辅食出现 而关于一些感恩节的小趣事呢 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美国呀有四个地方呢是以Turkey命名的 在路易斯安那州 德州 北卡 还有亚利桑那州 那大家比较熟知的呢是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 但是要说到历史最悠久的感恩节游行 那可是备城的6ABC 最早呀从1920年就开始了 大家知道吗 野生的火鸡呀可是会飞的 它呢会飞到树上睡觉 而火鸡肉呢也要比鸡肉更加的健康 3盎司的鸡肉卡路里含量呢是240卡 而同样重量的火鸡只有190卡 在感恩节之后的一天呢 就是消费者狂欢的黑色星期五了 感恩节的购物呀已经成为了人们的习俗 那到底为什么会叫做黑色星期五呢 有一种说法是 美国的商场一般会用红笔来记录赤字 用黑笔呀来记录盈利 而感恩节之后的这个星期五 人们疯狂的抢购使得商场利润大增 因此呢被商家们称作黑色星期五 在去年的黑色星期五 销售额呢高达91.2亿美元 打破了黑五的销售额记录 同样的网络星期一也创下了113亿美元的在线消费记录 比2021年的网络星期一是增长了5.8% 那大家的钱包准备好黑五了吗 那最后哈给大家一些小小的黑五公物tips一供大家参考 建议大家创建一个心愿清单 设定好自己的预算 巧用反线还有奖励 当然了要灵活的使用折扣和零品卡 做好价格的研究 了解好退货的政策 那在店内购物的时候哈 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如果是在线购物的话呢 要警方被骗 那最后的最后呀 也感谢呢 一直以来支持美帝军委会的朋友们 祝大家节日愉快啦 好了 以上呀 就是今天美帝军委会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星瑶 我们下期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